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的熊哥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座不为中国人知道 但又相当出名的小城市 威朗 Welland W-E-L-L-A-N-D Welland是加拿大安大内省 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一座城市 它位于Welland河,以Welland运河而闻名 Welland运河是一条重要的航运路线 连接了安大列湖和伊利湖 Welland市的人口约为52,000人 位于尼亚加拉瀑布以南约50公里 多林多市以南约80公里处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 大批效忠英王的13州殖民者迁居于上加拿大 当中一部分人就选择了在Welland落湖 发生在1812年的库克斯模仿战役 就是发生在现在威兰斯东部 当时英军成功击退了美军 成为了最后一场在加拿大境内发生的战役 好人运河是圣劳伦斯航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允许船只从古塔湖开往大西亚 1820年代 尼亚加拉地区的商人威廉、哈密尔顿、 梅里特、倡议、兴建运河 贯穿尼亚加拉半岛 第一期的威兰运河在1824年11月24日动工 1829年11月29日落成 在于1833年进行改造 当中包括兴建从现在威兰斯往南直达克伯恩港的隧道 改建项目包括现在威兰斯中心所在的 兴建了一条木质高架鼠隧道 让威兰运河看越了威兰河 政府还于1966年5月批准在威兰斯外围为威兰运河 兴建一条新水道 用于取代长14.6千米 途经威兰斯中心的原有运河路段 新水道于1967年动工 1973年3月通行 在铁路方面 1912年至1930年期间 尼亚加拉、威兰 以至伊利福铁路 在威兰斯内运营路面电车线 远着东门街和国王街行驶 此外 尼亚加拉、圣凯瑟林 以及多伦多铁路 从1907年至1911年间 兴建了一条串 货路经威兰通往克伯恩港的 并运行该铁路一直到1959年为止 现实途经四类的铁路线 只是作为货运而非客运复复 威兰斯 还因为其丰富的工业历史而闻名 在钢铁生产、汽车制造和纺织等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威兰斯还是尼亚加拉学院威兰斯学区的所在地 这是该地区的知名大学 除了工业历史之外 威兰斯还提供各种休闲机会 包括公园、小径和运动设施 该市每年还举办许多节日和活动 如威兰农民市场、威兰玫瑰节和威兰排骨节 威兰最出名的是它的国际进水中心 威兰国际进水中心 是一个世界级的进水批发亭训练和比赛场地 该中心位于美丽的威兰休闲水道上 是威兰运河的一部分 它包括一个2000米的国际标准滑艇赛道 和一个1000米的短赛道 它不仅仅包含了进水批发亭 还有龙洲比赛的设施 威兰兰国际进水中心 是为加拿大批发亭和龙洲运动员 提供训练和比赛场地而建造的 它曾经举办过许多国家和国际比赛 包括世界滑艇青年锦标赛 加拿大滑艇锦标赛 和泛美滑艇锦标赛 威兰兰国际进水中心 还提供适合运动员训练的设施 包括船路、训练室和更衣室 它也向公众开放 用于娱乐滑艇和批发亭 并为社区提供许多娱乐和比赛计划 威兰兰的国际进水中心 是一个顶尖的设施 为精英运动员提供了他们训练和比赛的必要资源 同时也为当地的社区娱乐和竞技 批滑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是当地的一块宝地 威兰兰历史悠久 人皆地灵 为加拿大滑艇事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如果小伙伴们有这种名不精准 却很有特色的小城市 不妨在评论区里面告知 谢谢